跑黑车的圈子里打听了一下 还真有人听说过 吴小强带货的事情 听他们的意思 以前这圈子啊 隐藏得比较深 灰色收入嘛 主要是敛财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越来越活跃 听说的人也越来越多 要不然啊 我也没那么轻易能打听出来 肯定是我们的查案 乱了他们的阵脚 孙悟 真不打听了 最近有点危险 保护好自己 知道了 徐队 我觉得咱们这次没白来 起码把黑板上的问号 赶成人名了 你说 这个京男会不会可能是 这个组织的老大 这是你脑子里 突然间蹦出来的灵感吗 怀疑 或者说是 船程 上车 哦 来 谢谢大家